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发 这个洞口处的物品就是一个石碑 这里有一个神台 然后这里有一个水槽 然后灶台 灶台上面有一个不知名的容器 还这边有两个灶台 一张床 外面的那棵树上面还钓了一个滑轮 现在进洞的最深处 去看看 从这里看进去 感觉这里 有点像熬销的山洞 很有可能这里面就是熬销弄的 看这是一个小坑 看这边有三个小坑 这里到处都是小坑 这里有个 这边也有一个 这就是一个销洞 可能是很多年前熬销用的 你看这明显熬了很久的销 你看这些销土 在这边都堆满了 而且里面还有销坑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滑轮可能就是 好好销后 就通过那个滑轮 掉下去 这里也有一个销坑 看 咱们继续前进 看这一排过来堆的全都是销土 这个洞应该很深 这里有两个洞道 一个是右边 一个是左边 这里是直着进去的 咱们先 走左边 这个洞很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出口 哇塞 这个洞的洞道很多啊 四通八达 这里也可以进 这里还有路 看这个上面的这些摆设的 这些摆设的 就可以凹消 看这个洞道很深 看这个洞道很深 哇 这里还可以往上走 这里要趴着才可以过去了 这里 这里 挖消土 应该也是只挖到了这个地方 咱们原路返回 因为我身上有 很多的手向装备 没法从这里趴着进去 我们走 右边的那条通道 咱们现在 值得走走这条通道 这里进去 也要趴着才可以走啊 这里进去 有两个通道 也是一个往左一个往右 然后两个通道都要 趴着才可以进入 现在我们走这边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非常的大 看从这个位置看进去 里面有很大的雾 证明里面肯定有水 可能里面有一条地下河 咱们继续前进 这边是我进来的通道 这里应该以前 搭了木梯 或者是有一个阁楼 看这些地方到处都是石巢 这下面是一个天坑 一个裂缝 而且下面还有一个洞道 下面那个洞道应该可以进去 但是这里太高了 没有绳子进不了啊 我们从这边走 看这里明显被 凿出来了一条路 而且这里还有几根 腐烂的树枝 用几根树枝 大了一个木桥 看前面有没有路 这里很危险 因为这个石头非常的光滑 脚一打滑很有可能就会掉到这个裂缝下面去 这下面是一个裂缝 一个很深的裂缝 看这下面是一个木梯 以前应该是从下面直接搭到这个台阶上的 因为下面有一条地下河 你可以取水 这里面还有很深 但是这个岩壁太滑了 看非常的光滑 过去可能会摔到这下面去 一旦摔下去 这里 可能爬不上来呀 石壁非常的滑 一旦踩到下面去 没有可能就爬不上来 看这个岩壁非常的漂亮 像大理石一样 这里面也有一条这样的路 但是特别的滑 应该这个洞还有很深 而且我带的电筒 也只有一个电池 没法往前走了 一旦摔下去 就是这样的大裂缝 这里一个人是根本没有办法爬上来的 所以我准备原路返回了 这洞很有可能有另外一个出口 但是最少要两个人 配合 才可以往里面走 准备锁酱到底 好了咱们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再见 我还得到山顶去收绳子 拜拜 快点 请不吝点赞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